无论你是为了一份新工作而搬迁到犹塔州 或者考虑在这个州退休 又或者计划您的下一次生活冒险 不管是什么情况 搬到犹塔州之前 您需要了解一些事情 因此今天我们来分享 居住在犹塔州的十个优点和缺点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欢迎大家订阅这个频道 并记得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内容 首先我们分享居住在犹塔州的五个好处 第一 这里有强劲的经济增长 搬到犹塔州的首要原因是强劲的经济 因为美国新闻最近将犹塔州列为全国经济第一的州 这个排名考量了三个因素 包括商业环境 就业市场和增长率 虽然该州的经济规模远不及佛罗里达州 或者德克萨斯州 但就经济生产率而言 规模并不是一切 再来看看犹塔州的就业率 首先 犹塔州是仅有的十个公司税率低于5%的州之一 因此 犹塔州的企业现金流更好 此外 犹塔州是美国失业率最低的州之一 这里的失业率比全国贫穷水平要低很多 沿湖城机场是美国一家主要航空公司的西部旅游枢纽 并且提供直达的国际航班 这也促进了它的经济发展 第二个好处 犹塔州具有竞争力的生活成本 犹塔州不是生活成本最低的州 但该州的成本非常具有竞争力 住在犹塔州时 首先 假如你还没有准备好买房 并渴望租房 那么 根据世界人口评论 犹塔州一居时的公寓 贫穷租金 与美国的贫穷成本是持平的 那么杂货 公用事业和交通的成本又怎么样呢 它们都低于全国贫穷水平 如果年轻的家庭需要托儿服务 与美国的贫穷每月费用相比 这里的托儿服务比全国贫穷水平减少了大约25%的开支 总而言之 犹塔州的生活成本将支撑你实现重要的财务目标 第三个好处 犹率的人口趋势 人们正在搬到犹塔州 这个州的人口正在增长 根据美国最近的一份人口普查报告 该州的人口在过去十年中增长了18%以上 然而 这里的人口还是远低于400万 与其他热门的目的地相比 犹塔州没有经历过城市化的负面影响 犹塔州的低犯罪率部分证明了这一点 而且 犹塔州的人口比较年轻 人口中充满了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 拥有美国最低的中卫年龄之一 此外 年轻的人口充分利用了他们的教育 因为犹塔州的高中毕业率排名靠前 另外 这些学生在高等教育中实现了他们的目标 具体来说 很大一部分高中毕业生 继续上大学 获得了学士学位 年轻人的移民习惯和教育趋势是一个很好的指标 他告诉我们 犹塔州是一个适合居住的地方 因为如果这里不适合居住 年轻人他们是会很容易流动的 他们可以通过离开这里而轻松地投票 最后 犹塔州的人被视为深信友好和慷慨 第四个好处 丰富的户外活动 如果你喜欢户外活动 然后你会发现 犹塔州这里有很多的选择 无论是欣赏美丽而独特的风景 或者参加您最喜欢的户外休闲运动 这个州有许多户外活动 您可以在山区和森林中远足 骑自行车 在丰富的湖泊和河流中 享受水扇运动和钓鱼 此外 从秋季到春季 你还可以在山坡上滑雪或单板滑雪 在此给大家推荐一下 居住在犹塔州期间必须去的几个国家公园 第一个 滚门公园 第二个 圆顶礁 第三个 布莱斯峡谷 第五 峡谷地 第六 西安国家公园 别忘了 你还可以自驾前往亚利桑拿州 参观大峡谷 那是世界上令人惊叹的自然奇观之一 艺术在犹塔州也占有一席之地 首先是著名的圣丹斯电影节 它每年在犹塔州帕克城举行 并且是世界上最大和最受欢迎的电影节之一 此外 犹塔州艺术节每年都会在阎湖城举行 享受这次聚会所提供的现场音乐 电影 戏剧和文学 第五个好处 这里有宜人的气候和四季的生活 在大多数情况下 该州的天气宜人提供四季风鸣的生活 住在犹塔州夏天比较热 白天的温度在八十和九十之间 夏天的夜晚凉爽一人 由于缺乏湿度 夜晚非常舒适 此外 龙卷风不是一个大因素 就像它们在东部的厄克拉荷马州 和坎萨斯州等许多州一样 冬季的天气 一月是最冷的月份 夜间最低温度是十华氏度 而日间高点则推向三十和四十华氏度 并且这个州不启雪 对于冬季运动爱好者来说非常适合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分享 住在犹塔州的五个缺点 第一个 极端的天气 与美国的许多州一样 犹塔州在夏天会变得非常炎热 由于这片土地被认为是高沙漠地带 因此 80度和90度那些温暖的夏日并不少见 变成连续几天温度突破100也是常有的 尤其是在犹塔州的中部和南部 此外 雷暴会产生山洪 雷击会引发夏季野火 该地区还经常发生低强度的地震 偶尔会有龙卷风 然后在犹塔州的北部会发生一些天气事件 这个天气事件被称为冬季燕雾症 当大气的条件结合起来 将污染物控在大气中时 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空气质量达到不健康的水平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雾霾天气 第二个缺点 这里的住房成本比较高 前面我谈到尤塔州的生活成本非常合理 但是大家也可能注意到 我并没有提到购买房屋的成本 因为尤塔州这里的房价高于正常水平 具体而言 尤塔州的房屋中位价格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了大约45% 随着人口的增加 房屋供不应求 该地区已经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卖方市场 但是仍然有可能在尤塔州买房 如果要买房 请考虑远离沿湖城 普维洛和帕克城都会区以外的地点 这几个地方的房子最贵 第三个缺点 过高的个人税 尽管企业受益于较低的公司税率 这有利于尤塔州的经济发展 个人所得税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首先 尤塔州是少数实行统一个人所得税税率的州之一 是因税收入的4.9% 这使得该州出于全国各州的前四分之一 如果这个税率听起来对你有所压力 那么您可以考虑搬到内华达州 这个州就在尤塔州的西部边际 因为内华达州是一个不对居民征收所得税的州 此外这里的销售税也比较高 平均会超过7% 第四个缺点 保守的酒类法律 喝酒的时候 这个州有一些限制酒类的法律 虽然私人俱乐部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 比如90年代在尤塔州时 如果你想喝上一杯 那你必须在许多地方注册成为俱乐部的会员才能喝酒 但是法律已经改变 而且现在变得比较好了 不过还是要计划一些不变之处 比如酒类商店在这里星期天是不营业的 在州和联邦的假日 酒类商店也会关门 最后 销售啤酒 葡萄酒或烈酒的企业 必须在凌晨1点之前关闭 因此 如果您是经常光顾当地场所的夜猫子 这里可能不太适合您 好的 关于住在尤塔州的最后一个负面消息 就是这个地方缺乏多样性 尽管尤塔州人以友善乐于住人著称 您不会在这个州发现太多的民族 种族或宗教的多样性 首先 这个州的大多数人都是白人 其次 大多数人口是摩盟教徒 具有强烈的宗教信仰 当然并不是说这些东西有什么问题 但是 这可能会是融入社会和结交朋友变得更加困难 也就是说 如果您作为一个非摩盟教徒 住在尤塔州 可能不太容易融入到这个社区 如果这对您来说是一个问题 那您可以考虑搬到新墨西哥州 新墨西哥州就在东南部与尤塔州接壤 但是新墨西哥州拥有丰富的多样性和悠久的历史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居住在尤塔州的十个优点和缺点 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如果你喜欢这个栏目 请点赞转发 我是Echo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